河岸旁人山人海 赏鹰的人潮还比头顶的花朵要多 虽然今年东京樱花开得比往常都要晚 游客还是多到满出来 赏花的同时来杯粉红的樱花香槟 手机和相机拿起来猛拍 赏鹰圣地上野公园的樱花祭活动早早就已经开跑 就算樱花林只有光秃秃的枝条 还是有不少人前来树下卡位 受到高气压笼罩的影响 日本各地气温一路飙升 热到如同夏天来临 山山来迟的粉红花季终于先后登场 关东的山梨县以及神奈川县等地气温 在30号飙迫27度 31号东京都心也出现了25度以上的高温 是今年首次达到夏日的标准 艳阳高照让人晒到晕头转向 只能够吃冰消暑 相关的商品大为热销 好天气吸引民众出门踏青 不过来自中国的沙尘暴也在这时跟着西风前来报道 从东京的晴空塔望出去 市区雾蒙蒙的一片 户外车辆都是灰头土脸 气象单位更警告 31号能见度最低 会降到10公里以下 女士新闻综合报道